冷笑话 1. 吃棒棒糖等我有钱了 咱买棒棒糖 买两根 一根 你看着我吃 另一根 我吃给你看 2. 普遍比较瘦 喜欢看冷笑话的人普遍比较瘦 因为热胀冷缩 3. 无乃黑客喜鹊来 妈妈说这是喜鸟试客 燕子来 妈妈说这是一屌试客 乌鸦来 孩子问你也是客人吗 乌鸦叫 Yes 无乃黑客 4. 超薄一屌 某美女发现口红太重 拿湿纸巾擦拭后扔到路上 一老头捡起 端详半天突然醒悟 追上说 姑娘 这超薄的就是容易掉牙 5. 失恋痛哭 黄瓜失恋痛哭 茄子安慰她 爱情不单只是甜美 只是沉醉 还有心碎 还有流泪 I. 谁让你爱上洋葱的 6. 请对面的兽医医生 替一名脾气不好的患者检查身体 你哪儿不舒服 她关切地问道 先生 病人咆哮道 既然你已经收了诊金 那就该由你来找 我明白了 医生想了一会说 请稍等 我去请对面的兽医 7. 一举两得给老公买了一件T恤 明明是80元 我告诉她花了150元 既让她觉得穿着体面 我又得了实惠 真是一举两得 8. 自然现象做很伤心的样子 向老公诉苦 你看 我的眼角都要起皱纹了 本以为她会建议我买些名贵的化妆品 她居然无动于衷 说那是自然现象 9. 妈妈的生日礼物 三个浑身泥土的淘气小子抱住妈按地脖子问 妈妈 明天是您的生日 您要什么呢 我什么也不要 只要三个干干净净的乖孩子 妈妈一边叹气一边微笑 真好 儿子们异口同声地嚷道 这样我们就有六个兄弟了时 男女年龄很少有女人承认他们的年龄 也很少有男人的行为符合他们的年龄 女年龄很少有男人承认他 女人承认他 女人承认你